这个男孩很奇怪 外面明明出着大太阳 可他却非要穿上雨衣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才肯出门 更奇怪的是 儿子如此打扮 爸爸非但不阻止 反而不怕别人嘲笑 就这样骑着单车送他去学校 可最奇怪的是 等到了学校门口 爸爸仅仅是帮儿子摘下头盔 还特意叮嘱他 不要把雨衣脱掉 男孩异常的举动 在老师看来 明显是精神上有些问题 他讽刺地对爸爸说 与其每天忙前忙后挣钱 不如先去带孩子看看脑袋 可是爸爸并没有把老师的话放在心上 因为他知道 孩子每天穿雨衣去上学 只是想让雨季快点来临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见到自己的妈妈 儿子的执着让爸爸有些心酸 他也很想念妻子 但童话终究只是童话 就算一年四季 每天都下雨 人也不能死而复生 可是爸爸又怎会忍心 把妈妈再也不能回来的事实告诉孩子 于是他每次都安慰男孩说 不要着急 雨季一定会来的 就这样 男孩总是望着天空发呆 祈祷雨季快点到来 或许老天不忍再让他失望 窗外竟然稀稀利利地下起小雨 男孩乐坏了 急忙把爸爸咬醒 然后便披着雨衣 率先冲出了家门 按照童话书里的说法 妈妈会在废弃火车站等他 于是 男孩在铁轨上一路小跑 一直跑到大山深处 来到了荒废了很久的火车站 男孩朝车站里张望 兴奋地呼喊着妈妈 期待下一秒 妈妈就会出现在眼前 把自己拥入怀中 可是男孩足足等了一天 都没能见到妈妈的身影 爸爸担心儿子着凉 于是提议说 先回去休息 改天再来 可男孩却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他实在太想妈妈了 生怕回去之后 妈妈找不到自己 无奈 爸爸只好强行把男孩抱在怀里 不顾他反对 抬脚就往家里走 然而就在半路 意外却发生了 爸爸突然发现 前面黑漆漆的隧道里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他紧张地停下脚步 不敢向前 可男孩却回过头 大喊一声 是妈妈 爸爸吓了一跳 急忙捂住她的嘴 随后又把她放在路边 想自己先去查看 可男孩坚信 那一定是自己的妈妈 于是等不及 非要和爸爸一起进去 黄飞的隧道里十分阴森 远处的影子 不知道是人还是鬼 爸爸摒弃凌神 仔细观察 难以置信地 瞪大了眼睛 隧道里的影子 看起来 竟然真的很像 已经去世的妻子 他顿时心跳加速 两腿一软 靠在墙上 不知该怎么办 爸爸一愣 发现儿子说的很有道理 可还没等他下定决心 男孩便直接冲了过去 蹲在地上 抓住女人的胳膊 拼命摇晃 这么一折腾 原本一动不动的女人 很快就从昏迷中醒来 刚看清她的样子 爸爸直接被吓得 跌坐在地上 脸色惨白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眼前这个女人 竟然和妻子 长得一模一样 可奇怪的是 女人似乎并不认识 他们父子俩 爸爸不敢相信 狠狠地抽了自己一耳光 发现不是在做梦后 他才敢开口说话 决定先把女人带回家 不料 刚进家门 女人的眼中 便充满了陌生和戒备 可男孩并未在意 女人的异常 坚持认为 她就是自己的妈妈 男人不敢认定 这个女人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妻子 于是赶紧把儿子 抱到卫生间里 询问答案 儿子的话虽然很好笑 但爸爸却完全笑不出来 死掉的妻子突然回家 既是惊喜 也是惊吓 要是被熟人看见 不得吓个半死 他只好和儿子约定 这件事 不能告诉任何人 父子俩齐心协力 一起帮助妈妈 恢复记忆 确定女人就是妻子 爸爸选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高兴地牵着儿子 走出卫生间 可刚出门她就傻眼了 女人悄无声息地站在门口 目光炯炯地质问她们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爸爸不知该怎么回答 只好假装打扫卫生 关键时刻 儿子挺身而出 一通瞎话 哄得女人连连点头 终于肯相信 她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深夜 爸爸激动地睡不着觉 她偷偷来到客房 想查看妻子的情况 不料儿子竟然先踏一步 已经乖乖依偎在妈妈身旁 睡得很是香甜 爸爸伸出手 凑到妈妈鼻尖 想试探她还有没有呼吸 幸运的是 妈妈的呼吸很均匀 脸上还带着熟悉的温度 爸爸长舒了一口气 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 心爱的人死而复生 她的生活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隔天一早 曾经萎靡不振的爸爸 就像换了一个人 干起活来十分有劲 只为能早点回家 回到妻子身边 不过和爸爸相比 儿子明显要更聪明 因为他压根就没去上学 而是在学校门口虚晃一枪 然后偷偷溜回了家 家里迷茫的妈妈 正望着自己的结婚戒指出身 儿子突然回来 吓得他手忙脚乱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为了缓解气氛 他们俩玩起了桌面游戏 可好笑的是 妈妈由于失忆 完全不懂得照顾孩子感受 无论玩什么 他都争强好胜 把儿子虐得十分凄惨 等爸爸下班回家 一进门就看见 妈妈把儿子按在沙发上暴走 可儿子却玩得非常开心 就连鼻子流血也没发现 看到他目瞪口呆 到了晚上 男孩突然没有胃口 因为他只想吃妈妈做的菜 可妈妈不仅不记得事 就连厨艺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最后 在父子俩期待的眼神里 他只好硬着头皮 起锅烧油 不出所料 没一会儿 厨房就变成了战场 油锅里的年糕像炮掌一样 噼里啪啦的往外蹦 爸爸爱妻心切 一个剑步冲上前 把妈妈护在怀里 自己则被滚烫的年糕灼伤 气氛突然变得暧昧起来 妈妈有些不好意思 连忙关火躲进房间 这波操作 就连男孩也情不自禁地 竖起了大拇指 为老爸点赞 然而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男孩的心情 反而变得愈发沉重 因为童话里说过 只要雨季结束 妈妈便会离开 永远都不会再回了 夜里 男孩突然从梦中惊醒 他急切地打开门 发现妈妈还在客厅 于是快步上前 在爸爸诧异的眼神里 爬上沙发 站在妈妈腿上 然后开心地笑了起来 男孩神经兮兮的举动 让妈妈忍俊不禁 爸爸也很无奈地咧起嘴 但一想到 妻子随时都有可能会离开 她的笑容 便多少有些苦涩 往后的日子 妈妈逐渐想起了 以前的事情 一家人的生活 也变得越来越温馨 可就在这天早上 天气预报突然说 一周之后 雨季就要结束 听到消息 男孩脸上再也没了笑容 爸爸则像疯了一样 冲到电视机前 重重地按下电源键 然而 父子俩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千房万房 却唯独忘了 妈妈有写日记的习惯 为了弄清楚 父子俩奇怪的举动 妈妈凭借残存的印象 找到藏在书房的 笔记本和童话书 随后便发现了 整件事的真相 原来 妈妈早在一年前就死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她居然像童话书里 写的那样 在雨季突然活了过来 可是 看着看着 妈妈却脸色一变 因为童话书里还写着 只要雨季一旦过去 她将会彻底消失不见 傍晚 爸爸回到家 惊讶地发现 厨艺不佳的妈妈 居然在教孩子煎鸡蛋 她心里一紧 可母子俩甜蜜的氛围 却让她欲言又止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隔天早上 妈妈开始教男孩做家务 刚开始 男孩还有些不乐意 可一想到童话的结局 她还是乖巧地点了点头 随后便一言不发 安静地和妈妈学习 他们从最简单的晒衣服学起 再到稍微复杂地使用吸尘器 接着又学怎么独自洗澡 男孩学得很认真 但嘴巴却紧紧抿在一起 始终不肯说话 她害怕自己一出生 就会忍不住哭出来 让妈妈难受 中午这天 恰好是男孩的生日 爸爸买来蛋糕 妈妈点上蜡烛 可是在孩子悲伤又不舍的目光里 一首本该欢快的生日歌 妈妈却唱得断断续续 几近哽咽 到了周六 男孩的学校举办艺术节 妈妈偷偷来到现场 她避开认识的家长和老师 直到演出快要结束 确保没人能发现 才轻手轻脚地混进礼堂 舞台上 同学们正轮流上前 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梦想 有的孩子要做明星 有的孩子要做演员 可轮到男孩时 他却处在原地 半天没有动静 男孩很擅长跑步 一直想做运动员 可远处 妈妈期盼的目光 却让他怎么也说不出口 此时此刻 男孩不想成为任何人 他只想成为懂事的孩子 再也不用让妈妈操心 男孩不想切耗 United 我就不贵了 乌弃都不贵了 明天�ient不要拍 plans 我的检查了 bills可以或者 然后 我是否不已 望我眼花得 当然 着手眼前 是可以用断 来 给产肉 薆粉 说完男孩回到队伍 而台下的妈妈早已红了眼眶 她一边流泪一边鼓掌 脸上的笑容却怎么都止不住 演出结束后 妈妈站在路边想和家人一起回去 可就在这时天上的乌云却慢慢消散 阳光重新洒向大地 她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该走了 虽然不舍但妈妈并没有告别 她独自回到山里沿着铁轨慢慢走远 最终消失在了午后温暖的阳光里